人性的弱点 人性的优点大圈集 第一集 1931年5月7日 纽约市发生了一期 该是有史以来最轰动的一次剿匪事件 警方经过几个星期的搜捕 终于发现了被称作双枪杀手的罪犯 克劳雷的踪迹 这个不是烟酒的杀人犯 被包围在西尾街他情人的公寓里 150名警察把克劳雷 团团围在公寓顶层的藏身处 警察在屋顶凿出一个洞口 然后释放催泪毒气 试图把克劳雷熏出来主动投降 同时警察在附近四周的建筑物上 架设了机枪瞄准凶手 一个多小时以后 原本清静的西尾街住宅区 响起阵阵惊心刺耳的枪声 克劳雷手持短枪 躲在堆满杂物的椅子后面 连连向警方人员射击 数万的市民激动而兴奋地观看着 如电影一样的真实场面 克劳雷还是没有逃脱警察的围捕 他被捕后 警察队长马罗南说 暴徒克劳雷是纽约治安史上 最危险的一个罪犯 并且肯定地说道 他杀人不眨眼 像齐从一样 肯定要被判处死刑 然而双枪杀手克劳雷 是怎样看待自己的呢 在警察围住他藏身的公寓 他的伤口流血不止的时候 克劳雷写了一封公开信 信纸上滴满血迹 信中有这样一句话 被我黑色衣服紧紧包裹的 是我的疲惫的心 一颗不愿给任何人带去 伤害的仁慈的心 克劳雷被捕前不久 驾驶着自己的汽车 在长岛的公路上 跟自己的女伴调情 一个警察请他出示驾驶执照 谁知克劳雷掏出手枪 朝警察连开竖枪 警察当场死亡 看到警察倒在地上 克劳雷从车里跳出来 捡起警察的手枪 又朝尸体射了一枪 这就是克劳雷自己说的 被我黑色衣服紧紧包裹的 是我的疲惫的心 一颗不愿给任何人 带去伤害的仁慈的心 法庭宣判克劳雷死刑 当他走进兽刑室 做电影时 你以为他会想 这是我作恶多端的下场 不 他想的是 我要保护自己 才不得已这样做的 双枪杀手克劳雷在临死时 对自己也没有一丝的责备 美国大名鼎鼎的黑手党头子 阿尔卡鹏 曾说过这样一段话 我把我一生当中最美好的岁月 用来为别人带来快乐 让大家有个幸福的时光 可是我得到的却是侮辱和唾骂 这就是我变成亡命之徒的原因 这个黑手党头子后来在芝加哥被处决 他对自己的行为也不曾自责 他自认为造福人民 只能使社会误解他 不经受他而已 达奇·舒尔茨的情形也是一样 他是恶贯满盈的纽约之属 后来因江湖恩怨被自己的敌人杀死 他生前接受报社记者采访时 也自认为自己是造福民众的好人 我曾和纽约新兴监狱的监狱长刘易思 就这个问题通过几次信 他表示 在新兴监狱里的犯人 很少认为自己是坏蛋 他们和你我一样 都是人 都会为自己辩解 他们会解释 他们为什么要撬开保险箱 为什么要开枪杀人 大多数人都能为自己的动机找出理由 不管有理无理 总要为自己破坏社会的行为辩解一番 因此 他们的结论是 他们根本不应该被关进监狱里 假如像阿尔卡彭 克劳雷 达奇·舒尔茨这帮歹徒 以及许多关在监狱里的亡命之徒 他们从不为自己的行为自责 我们又如何强求 我们日常所接触的一般人呢 已经去世的约翰华纳梅克 曾经承认 在三十年前 我就已经明白 批评别人是愚蠢的行为 我并不埋怨 上帝对智慧的分配不均 因为 要克服自己的缺陷 都已经非常困难了 华纳梅克早就领悟到了这一点 但是我在这个冷漠的世界中 探索了三十多年 才有所醒悟 不论一个人做错了什么事 一百次中有九十九次不会自责 而且不论他的错误 是何等的严重 文明侠尔的心理学家 史金勒通过动物实验证明 因好好行为受到奖赏的动物 其学习速度快 持久力也更久 因坏行为而受处罚的动物 则不论速度或持续力都比较差 研究显示 这个原则用在人身上也有同样的结果 批评不但不会改变事实 反而只会招致愤恨 另一位伟大的心理学家 席勒也说 更多的证据显示 我们总是希望得到别人的赞扬 同样 我们也都害怕受人指责 批评毫无作用 它只能使人采取手势 并常常为自己的错误 竭尽全力地进行辩护 批评是危险的 因为它常常伤害一个人宝贵的自尊 伤害他的自尊感 并且激起他的反抗 因批评而引起的羞愤 常常使雇员 亲人和朋友的情绪大为低落 并且对应该矫正的事实状况 一点也没有好处 批评对于事情 并没有任何改善的地方 这种例子在历史上司空见惯 俄克拉荷马州的乔治约翰逊 是一家建筑公司的安全检查员 检查工地上的工人是否戴上安全帽 是他的职责之一 据他报告 每当发现工人在工作时不戴安全帽 他便利用职务上的权威要求工人改正 其结果是受指责的工人常显得不高兴 而且等他一离开便又把帽子拿掉 后来约翰逊决定改变方式 当他再看见工人不戴安全帽的时候 便问帽子是否戴起来不舒服 或帽子尺寸不合适 并且用和气的口气提醒工人戴安全帽的重要性 然后要求他们在工作的时候最好戴上 这样的效果果然比以前好了很多 也没有工人显得不高兴了 这类事件真是举不胜举 现在就让我们再举几个例子 西奥多·罗斯福和塔虎托总统之间 有过一段广为人知的争论 正是他们的不合目导致共和党的分裂 而将伍德洛·威尔逊送进了白宫 让我们简要回顾一下这段历史 1908年罗斯福搬出白宫 共和党的塔虎托当选为总统 然后罗斯福到非洲去猎狮子 当罗斯福回到美国后 看到塔虎托的保守作风很是震怒 罗斯福除了公然抨击塔虎托 还准备再度出来竞选总统 并打算令阻进步党 这几乎导致老共和党的瓦解 果然紧接而来的那次选举 塔虎托和共和党只赢得了两个区的选票 佛蒙特州和犹他州 这是共和党有史以来遭受的最大失败 罗斯福谴责塔虎托 但是塔虎托承认了自己有错吗 没有 他曾含着眼泪说道 我不知道所做的一切有什么不对 我们再举一个石油保留地贪污案的例子 这一案件发生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早期 他曾遭受暴戒围剿 也震撼了全美国 事实是这样的 哈代总统的内政部长阿尔伯特·福尔 当时授权主管政府在阿尔克山丘和查夫敦地区油田的出租事宜 那是政府预备未来海军用油的保留地 福尔部长是不是进行了公开招标呢 没有 他干脆把这份优厚的合同交给了他的朋友杜梅克 而杜梅克则借给了福尔部长十万美元的贷款 然后福尔部长利用职权 令美国海军进入该区 把那些有意投标的竞争者赶走 免得周围的游警吸干阿尔克山丘的缘由 这些竞争者被强行赶走了 他们走上法庭 揭发十万美元的查夫敦油田舞弊案 这桩丑闻轰动了全美国 几乎毁了哈代总统的政府 共和党也几乎垮台 而福尔部长也锒铛入狱 福尔部长遭到了公开的谴责 在他的公务生涯中 以前从来没有遭到如此强烈的谴责 那么他后悔了吗 没有 一点都没有 甚至包括他周围的人 许多年以后 当胡佛总统在一次公开演讲中提到 哈代总统之死是由于神经受到过度刺激和忧虑 因为一个朋友出卖了他 当时福尔的夫人从椅子上跳了起来 他大声叫嚷 十声痛哭 攥紧全都说道 哈代是被福尔出卖的吗 不 我的丈夫从来没有辜负过任何人 即使这座房间里都堆满了黄金 都不会使我的丈夫去背叛朋友 是别人出卖了他 他才被钉上十字架 充当牺牲品的 讲到这里 你可能会明白 这就是人类的天性 做错了事之后 只知道责怪别人 绝不会责备自己 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是如此 因此当你和我以后想要批评别人的时候 就不要忘了 阿尔卡彭 双枪杀手克劳雷和福尔 我们要了解 批评就好比迅熟的鸽子 他们到时候总是要回家寻找主人的 我们还应该清楚 我们所要纠正和指责的人 总是会为他们做自我辩护 并反过来指责我们 温和一些的 或许像塔虎托总统那样 说 我不知道我该怎样做 才能和我以前所做的有所不同 1865年4月15日清晨 林肯总统奄奄一息地躺在 福特戏剧院对面的一家 廉价客栈的睡床上 濒临死亡的边缘 有人在戏院用枪击中了他 林肯瘦长的身子 斜躺在那张短床上 床的上方挂着罗沙波南的名画 马式的廉价复制品 屋里一盏煤气灯 闪着惨淡的黄映 当林肯即将厌弃的时候 战争部长史丹顿说道 这里躺着的 是人类有史以来 最完美的统治者 林肯为人处事的成功秘诀 是什么呢 我对林肯的一生研究了十年 而且花了整整三年时间写作 润世了一本书 人性的光辉 我敢肯定 我已尽了世间的一切可能 对林肯的性格和居家生活 做了详细透彻的研究 尤其对林肯带人处事的方法 更有心得 林肯喜欢批评人吗 的确是这样 他住在印第安那州湾谷的时候 年纪尚轻 不仅喜欢评论是非 还写信写诗讽刺别人 他常把写好的信 丢在当事人很容易发现的乡间路上 林肯在伊利诺伊州春田镇 做见习律师的时候 仍然在报纸上发表文章 公开攻击 敌视他的人 1842年秋天 他又写文章 讽刺一位自视甚高的政客 詹姆士·席尔斯 林肯在春天时报 刊出了一封匿名信 讽刺了他一番 令镇上的人都捧腹大笑 席尔斯是个敏感而骄傲的人 看到这封信后怒不可遏 最后查出写信的人是林肯 他跳上马去找林肯 向他提出决斗 林肯迫于情势和为了维护荣誉 只好接受挑战 他有选择武器的权利 由于手臂长 他选择了骑兵的常见 并且向一位西点军校的毕业生 学习剑术 决斗的那一天 他们在密西西比河岸碰面 准备一决生死 幸好在最后时刻 他们的同伴阻止了这场决斗 这是林肯一生中最惊心动魄的一桩事 这也让他在做人处事方面学到了无价的一刻 他从此再也没有写过一封侮辱人的信件 不再取消任何人了 从那时起 他没有为任何事情批评过任何人 美国南北战争期间 林肯好几次更换波多马克军的将领 但这些将军相继惨败 令林肯失望至极 全国有半数的人都在痛骂那些差劲的将军 但林肯却一声不吭 不做任何表态 他最喜欢的一句名言是 不要平易别人 别人才不会平易你 当林肯太太和其他的人 对南方人士有所非议的时候 林肯回答说 不要批评他们 如果我处在同样的情况下 大概也会跟他们一样 1863年7月初的三天 决定战争胜负的盖茨堡战役打响了 到了7月4日的晚上 南方的罗伯特·李将军 开始向南方撤退的时候 黑云密布大雨倾盆 当李将军带着挫败之君 遇到波多梅克时 发现面临一条猛掌 而无法通过的河流 而身后又是一支胜利的北军 李将军被围住了 他无法逃脱 林肯看出这一点 这是一个天赐良机 一个消灭李将军的军队 立即结束战争的机会 因此 林肯满怀希望的命令格兰特 不要召开军事会议 而立即攻击李将军 林肯以电话下令 又派出一名特使去见格兰特 要他立即采取行动 而格兰特将军又是怎么做的呢 他的做法正好和所接到的命令相反 他违反林肯的命令 召开了一次军事会议 他迟疑不决 一再拖延还给林肯打电话 用尽了各种借口拒绝攻击李将军 最后河水退了 李将军带着他的军队越过波多梅克河 顺利南逃了 林肯勃然大怒 这是怎么回事 林肯对着儿子罗伯咆哮 老天爷 这是什么意思 他们在我们的掌握中 我们只要伸出手来 他们就是我们的了 但我无论说什么或做什么 都无法使我们的军队移动一步 在那种情况下 几乎任何一个将领都可以击败李将军 如果我在那儿的话 我也可以让他束手就擒 在恼怒失望之余 林肯坐下来 给格兰特将军写了一封信 别忘了 这一段时期的林肯 言论措辞都比以前要保守和自制 所以 这封写于1863年的信 已经表达了林肯内心的极端不满 亲爱的将军 我相信你想象不到 由于李的逃脱 所造成的不幸和事态的严重性 如果我们顺利将李抓获 再加上我们其他地方的胜利 这场战争就可以立即结束 但是根据目前的情形推断 战事也许会继续延长下去 上次你就没有按照命令去袭击李 还怎能再次发动袭击 我想你不会再有成功了 因为你已经白白丧失了 黄金一样的胜利的机会 对于这件事 我感到非常沉痛 假如让你猜想 格兰特看到这封信后 他会如何呢 可是林肯并没有把他写的信寄出去 格兰特也从没有看到那封信 林肯去世后 那封信从他的文件中被发现 我是这样想的 仅仅是我的猜想 林肯写完信 望着窗外 思考着 或许我不能这样去指责他 换个角度考虑 我在安全的白宫里只会给他下命令 非常简单 可是假如我在战场 看到战场上的流血的尸体 耳朵里塞满伤员的呼叫和声音 也许我也像格兰特一样 不急于进攻里和他的军队 如果我的个性也像格兰特一样懦弱 我也许会跟他做的没有分别 事已至此无法挽回 如果我把信寄出去 固然我心里是解脱了 但是格兰特会默认自己的错误吗 他也许会替自己解释 也会谴责我 因其他对我的反感 而且影响他以后作为将领的威信 甚至会逼他辞去职务 也许正如我的想象 林肯没有把信寄出去 隔在一边 因为他知道 多年前痛苦的经验告诉他 尖锐的批评和斥责 永远不会收到自己想要的结果 罗斯福总统曾说 在他任总统的时候 每当遇到棘手的问题 他总会把座椅向后一靠 仰手去看写字台上方那幅 林肯的大画像 然后问自己 如果林肯面对跟我一样的困难 他将会怎么想 怎么去解决问题呢 在以后的生活或工作中 如果我们想要去批评别人 就先从口袋里掏出一张五美元的钞票 看看上面的林肯头像 然后问自己 如果林肯遇到这样的事 他会如何对待呢 我年轻时 总喜欢给别人留下深刻印象 有一次就写了一封可笑的信 给理查德、哈丁、戴维斯 他当时刚在美国文坛展露头角 颇引人注意 那时我正在帮一家杂志撰文介绍作家 便写信给戴维斯 请他谈谈他的工作方式 就在这之前 我收到一个人寄来的信 信后付诸 口述信 未读过 这句话给我留下极深印象 显示此人不仅忙碌 也极具重要性 于是 我在给戴维斯的信后 也加了这么一个付诸 口述信 未读过 实际上 我当时一点也不忙 只是想给戴维斯 留下较深刻的印象 戴维斯根本为劳心费力地 给我写回信 他只是把我寄给他的信 退了回来 还在信后 潦草地写了一行字 你的礼貌 真是没有礼貌 我的确是弄巧成拙了 受到这样的指责 并没有错 但是身为一个人 我感到十分恼羞成怒 直至十年后 获悉戴维斯过世的消息时 我的第一个念头 仍然是我当时所受到的伤害 尽管我羞于承认这一点 假如你想引起一场 令你至死难忘的怨恨 只需发表一点 刻薄的批评即可 让我们记住 与我们相处的对象 并不是绝对理性的动物 他们也充满了情绪变化 成见 自负 和虚弱 英国文学史上的著名小说家 托马斯·哈黛 曾因受到苛刻的批评 而放弃写作 而另一位英国诗人托马斯·查特顿 年轻时候并不原话 后来由于变得富于外交手腕 善于应对 因而被任命为美国驻法大使 他成功的秘诀是 我不说别人的坏话 只说人家的好处 只有那些不够聪明的人 才会去批评 指责和抱怨别人 的确 很多愚蠢的人都这么做 的确 要做到善解仁义和宽恕他人 需要有修养自制的功夫 托马斯·卡莱尔说过 伟人是从对待小人物的行为中 显示其伟大的 鲍博·胡佛是个有名的 是非驾驶员 时常表演空中特技 一次 他从圣地雅歌表演完后 准备飞回洛杉矶 飞行作业杂志 曾对此次飞行 做过如下描述 当胡佛驾机在 三千英尺高的地方时 两个引擎同时出现故障 幸亏他反应灵敏 控制得当 飞机才得以降落 虽然无人员伤亡 飞机却已面目全非 在破降之后 胡佛第一个行动是检查飞机的燃料 正如他所料到的 他所驾驶的这架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螺旋桨飞机里面 装的居然不是汽油 而是喷气机燃油 回到机场 胡佛要求 见见为他保养飞机的机械师 那位年轻的机械师 为所犯的错误 懊悔不已 一见到胡佛 他的眼泪便顺着面颊流下 他不但毁了一架昂贵的飞机 甚至差点造成三人丧命 你可以想象胡佛当时的愤怒 并猜想 这位荣誉心极强 凡事都要求精细的著名飞行员 一定会痛斥这位粗心大意的机械师 但是胡佛并没有责骂和批评他 相反 他用手臂围住那位机械师的肩膀 对他说 为了表明 我相信你不会再犯错误 我要你明天 为我保养我那架F51飞机 因此说 请记住 待人处事的第一项技巧 不要批评他人 批评毫无作用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我们下集 不见不散